在总人口数回升250万人后 对于第三位副市长人选 台北市长蒋光安表示 目前对于相关细节及法制面都会再与内政部沟通 预计5月底发文内政部 第三位副市长我们其实都在整体的评估跟整体的考量阶段 我想最重要我们目前对于相关的细节还有法制面的作业 都会再跟内政部沟通 我们预计在5月底会发文 相关的程序都在进行 蒋光安强调过去几年台北市人口逐年下滑 去年他与市民承诺要让台北市人口提升到250万 因此推出了催生 助养 好助等多项政策 就希望吸引更多人才到台北市 以提升台北市整体竞争力 人口提升到250万人 一期不断的能够透过很多的政策 包括催生 助养 好助 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到台北市 我们包括是孕妇爱情专车 包括生育奖励金的提高 包括社会住宅幼儿协助的方案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提升台北市的整体竞争力 对于外传第三位副市长热门人选 有市议员王兴怡请会租 会不会将国民党议会席市因此少一席 列入评估考量因素 讲完回应 目前人选仍在整体考量阶段 只要一确认就会跟外界说明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